HELLO 大家好,看下今個星期有什麼會計新聞 麻煩啊啊啊啊啊啊 40名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出路 派15人競逐會計界選委議席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將於下月舉行 提名期於週四,12日結束 日前獲國家財政部聘任的40位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宣布 派出15名代表報名參選會計界選委 上週二、三日,財政部在灣仔會展舉行 財政部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受聘儀式 宣布包括羅兵涵永道亞太區主席趙柏基 香港商界會計師協會榮譽會長李偉強 前會長吳德龍以及現任會長馮星航等 一共40位會計專業人士獲聘為 第二屆香港會計諮詢專家,任期五年 趙柏基同時出任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會首屆會長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職場為40位受聘專家頒發聘書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有出席,他致詞表示 在新選舉制度下,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會將擔當重要角色 他又稱,特區政府十分期待與各位專家攜手 一同推動香港會計專業更全面更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據悉,協會首屆理事會成員包括趙柏基、鳳星航、陳海、李健、江自交、陳嘉玲、周志賢、林志遠、陶康迅 香港選舉改制後,此40人所組成的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會有權提名合資格人士出選會計界選委 距離選委提名期結束不足3天,陸續有界別參選人前往政府總部遞交表格 週一、九日,趙柏基率領15人名單報名巡會計界別參選 趙表示,由協會提名的15名候選人涵蓋會計師事務所、商界及公營機構,極具廣泛代表性 他指,假若當選,會努力淺行刑心聚力,建基托業終止 推動本港與內地會計界共同合作,積極培育更多優秀專業人才 HELLO!大家好! 和大家update下近期的CPD先 麻煩IA女 我們下期待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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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